世界萬行台 都在我們臺灣心安慨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吳平津 最近你覺得我們的房間又有興趣 新清安的政策你覺得用到嗎 新清安好政策不是遇到壞事件 房間起到是很可疑 還有不孝子都在賣人頭 到底房間應該如何來整理 今天我們再一次我們來討論我們的房間 來休閒小改現場的來賓 頭一位 我們的房屋專家也是奧比 我們的房屋總經理葉國華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休閒我們就來關心 不管你是不是年輕人 在政府推薦出新清安買家的財礦 在一家來改良 刷出現後買來來稀人 來照著人頭買家的政策 經過八大公國銀行的對手 現在已經找到千萬元 千多元 有可能就人頭買來稀人的政策 那麼財政部公佈到最新的政策 未來使用新清安的方案 除了要切結束以外 而且還會增加 財礦券判定只有一次的財礦 根據財政部上新的統計 新清安去年八月取一順路到今年的五月底 加起來是財代五萬七千九百八十戶 財代金額有四千二百八十一億多多 財代區那是新八市的十九點九五百獎上座 再來是高興市和台中市 正一部來看家的買賣總計 是一千五百萬以下 占比到七十八點一百 財款年數是三十一年到四十年上座 占比到五成 為了風道新清安向不動購買用 財政部署要求各項口 強化財政財後的管理規制 新代貨也必須要簽設自己的設計書 而且新清單只可以貸一百的條款 就是在那九年八月取一六 經過銀行協代申請的財款的人 從今年的六月二十一開始 就不可以再一次來新代 新代貨的真提請他們要提出自助的切結書 限貸一次 因為我們希望說這個財款 是真的給有需要的民眾來使用 加強管控的部分 我們會透過政府的資料去溝擊 有沒有符合自助的這樣的情形 我們清華說不正不會有百負責任何的犯罪 但是在今年的檢討政策 而且強調說對新清安認可危機的行為 絕對是零吞潤 一定的查到待 請新代貨不要准是不會這樣就試試看 記者綜合報道 我們今天要用一小時的時間 要來改等兩個問題 第一 這個新清安的政策 那有人說這分隊就是利益很良心的政策 但是在一個錯誤的時機 彈起來了變作作員 但是也有人說 其實如果沒有這個 這個防禦也很強調去 到底這個軍隊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一直在二、三、在我們節目當中也討論過 尤其他跟祖老師跟培佩師長 我們說了很多次 到底我們的防禦應該要入府來整體 兩位我們的防禦會轉加 到底這個安靜情 我們先來看 這主要我在看 很多年輕人看到這個狂漢旗 三年變五年 我感覺說我最棒 因為這個防禦會越來越興奮 還覺得怎麼樣 從我出師師大人告訴你 你防禦一定會興奮 不管禮盒 人越來越少就是會興奮 所以你不管禮盒 你就是去買 買到你燉掉 有錢沒錢 有錢 有的事大人 才替你太麻煩 先買下來 這是一種疑忌的心態 第二的 我們來看 這個大部分都一千萬 至於八百萬的貸款 差不多最近五趴 這都收平所 收平所 很好帶動這個平所的這個防禦 到底我要先請教 他說我們的議員總經理 辛青安到底是不是殺人鄉手 辛青安不是殺人鄉手 但是是註殺 倒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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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兜的 因為這去年 政府不是推出房地合約稅2.0嗎 其實就是要打炒房和炒座嘛 這個部分主要是對這個所有的這個... 這兩個不是貨最低窮 對 沒有不對 所以他對預售屋 他用這個2.0 禁止換約 禁止他這個在買賣嘛 這個部分有把預售屋押下來 所以去年的時候 差不多年底的時候 我們建商大家是走到買市 戶到買市 他打到這樣就沒人要買了 但是呢 他都要再推出一個新的所謂 新青安的政策 各位剛才看到嗎 去年到這段五月三十一頭 已經超過五萬九千七百... 七千九百八十貨 差二十貨 五萬八千貨 所以這個部分的 你看多少人很兇的 要去拿這個貸款 因為這個... 我們主持人剛才說的 五年啊 看現場了 我做三十二年 將來買這種事情 第一次 不然不是自己... 對嗎 像說到時候 我們不賭 我整天買買 我又比較贏 蓋的這個房間 我還可以來賭 你太優先 太善良 因為消費者 不管是要投資 還是要主要的 還是他們老爸說的 新青安買起來 這五年跟拔 拔說他會貴還是會落 你請問一下 現在在座五月 看有幾個拔他會落 一定是貴嘛 既然五年只要行二十 二十 也不用超過兩% 你去買最少這麼二十的 這個二十一年 所以新青安買起來 五年以後再看 所以現在就一堆槍進來 這個部分 你預售屋 目前是不能用 看起來應該打不到預售屋 是啊 但是你現在看預售屋 是不能搶搶滾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怎麼樣 因為你就早來買 中國房子 我們現在很多房子 你看看台北市新北市 很多地方 一間住土地買 一聲來一二十 二三十多 對 買的時候 第一次我們去看 哪有可能這房子買到這幾三 要去買 結果第二天說 還沒聽 抱歉 買一個 一間走出來 你去之後 你這次會比較香味 會比較快 一定會嘛 買兩次買不之後 這樣就去買預售屋 因為我們這裡 中國房子買不到就預售屋 所以這裡的人又擠過預售屋 預售屋人多厲害 就三滴一高 三滴一場嘛 低總價低自備低付款 低工程款嘛 所以我們都把他揪一揪來 意思是說你訂千開 可能才十五%而已 工程期都不用付錢 所以你就能拿到這間房子 那中間就拿到之後 他拿到那個牙刀 他就五年才賣 有賺四十五% 過五年才算三十五%嘛 過五年才算二十%而已 二十%而已 跟他拚 所以這些人都整個 走走走 本來他們都沒有關係 要立這個市場 我跟你說 我現在說的這是比比皆是市場 都這樣喔 你看起來都這樣喔 因為我剛才來 我說一個案例 我們這裡沒有網紅的地方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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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有三段 差不多十年前 七八年前 那間房子買一千七百八十萬 沒有人要買 沒有人要買喔 最近買出去兩千七百萬 唉唷 我跟你說 就是剛才說的不是一組 一、二十組來 有人唱不到之後 對不對 我們節目的客人 可以不介紹 對 因為我們六年剛才來 我都說這裡 大家都有感覺 我跟你說 這樣又沒有大金 我那個董事長說 夭壽了 這間房子 差了幾千萬耶 不好意思 過兩個月另外一間拿出來 拿出來沒的 那間沒多少 要買到二千八百五十萬 你看房子有起嗎 其實不是房子真的起 但是因為唱怕唱 沒有 本來我們去那個紅粉市場買菜 今天買到爬了 一斤本來三十塊 像菜堆 菜堆對不對 十塊十五塊 下下去 不好意思 明天洪台要來 三茶沒菜要來 不好意思 本來十五塊 一斤就起到五十塊 你要買嗎 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你越多唱 可能你拿到就不去了 快唱快有 所以這個一個撒撒出來之後 造成目前現在這個現況 超過大家的想像 但是必須長 那是像現在內政部也好 還是八道的航空 他現在要做一些措施 說限定一次 而且要檢查書 這樣這個藥分開下去 這樣會有惡劑的作用 我覺得是 他並沒有解決這真正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青青 我們現在看到 我覺得他有兩個層次 兩個層次的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 說一些人頭 短期就買一買 還拿去房東 這種會說政府來抓 你看財政部也跳出來說 少數1%2% 現在他就用一些技術的方法 去查上面 我們先不要說他有辦法查嗎 這是我不在懷疑 像我們政府對於說 他家具有拿出來自用 還是拿出來租 我們政府有辦法查 我覺得這是我不在懷疑這個事情 可是我覺得說 剛才總經理這邊說的 還是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 說這個政策 不是說那些人說 用人頭那些人 是說他整個政策 他的效果就是 我的比喻就是說 我們要救火 更是你摸一些茶去救火 成語的暴心救火 因為怎麼說 我特別說一件事 就是說 我也是用過年說過 就是你主持人開始說 過年政府這個政策 很重要的說 修改平均地權條例嘛 不要讓那個預售屋 宏丹轉賣炒作 那個投機客都離場嘛 我們做這個目的就是什麼 就是去年以前就是已經 第一波已經把它炒得很高 不要讓你炒膜啦 所以我們說法就是什麼 用B屋的降溫啦 溫度太高 降溫嘛 所以本來就是說 那真的有效喔 一些因為宏丹不可以轉賣 這個投機客就... 退場了 退場了嘛 本來退場的時候 大家說要怎麼炒 就說了 政府率先說 我現在開始大放送 救急讓年輕人叫你去買房子 所以說他又再把資金倒進來 我說一個數字就好 政府的數字到今年五月 新增加的銀行的貸款總數量 購物買房子的貸款 百分之四十八是清新的 你就說你就是說 我們資金就是有四十八的資金 是由清新來來 所以說這個資金倒進去 就把一個房子 不只是撐住 又把它炒起來 我覺得這最大的矛盾 我是覺得說 我們政府的政策到底想什麼 因為我告訴我 他這兩個事情是彼此衝突的 可是是在我們同一個政府 在同一年都是幾年的時候做的事情 所以到底你政府是想怎麼樣 你就說 去年上半年就說 通過平均地權條例 說要怎麼樣 下半年八月就開始做新清安 到底是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這個政策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技術的問題 技術的問題 大概說你做這個政策 你要達成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有沒有達成你目的的效果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他沒太清楚 這是最大的問題 但是我先請教我們的 詹姊 如果我如果是一樣 我的政策就是要幫忙 年輕人給他買到在家 還是說不應該這樣思考 其實年輕人不是一定就要買家 只是要讓他住得好 住得有數十 我們古早的說 真白天黑漢溪 有時候讓他安心入面 利益 所以不一定要給他買家 如果是這個前提資料 那一定就要有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看起來就是要 一些年輕人老闆 他比較沒錢 所以要提供這個政策 說要幫助他 讓他好上車 我寬限是五年 你不用六本金 那你四十年的房貸 你二十年可能要六萬幾塊 四十年變三萬幾塊 這個政策看起來是不錯 但時機沒那麼好 那如果時機說2016 來策這個政策 我就覺得那時機不錯 因為那時候處境沒那麼高 然後經濟也不好 現在台股兩萬幾點 我們來策這個政策 有點太強了 你說台股兩萬幾點 意思是說市民鄉 熱情很多 對 倒過很多 還會倒進來房市 對 有很多結構的問題 譬如說你房地合一歲 大家在等五年嘛 你買家的人又變酒 買的人又變多 東西不夠賣就有手 就蓋起來 所以說這個政策到底有好還是不好 這是奇怪的 詹姓 我們在座 我相信草老師也這樣想 蘭土那時候是做政策的人 沒想到嗎 當時做政策的人 可能說我會有需要的人去買 沒有想到說需要的人那麼多 有很多人不買 做的人以前買 到座會就變成說 如果讓你來做決策的時候 你那時候會這樣做 我們有人說 我們現在是 固件之名 當下 當時間 你會做這個政策嗎 這個政策可以做 以前也 Centuryương7 去那個政策性房貸 但有ned上 enormously 三伯的做到就沒有 但是這個沒有وف 沒有多少 沒有截 centimeters 看起來是三 Sono 吃過六 Committee 有點太強了 所以你覺得說 應該要有截 centimeters 當時有問題是不是 唱得大家高級一會兒唱 這個政策很不須來打 所以說我們基金政府就說 我多蓋一些房子 公宅嘛 社宅 多蓋一些 這說起來就補貼了 那就是短期政策跟長期政策 長期政策的調體是沒問題 現在發修來做這件事就是太強了 蔡老師 我今天會請蔡老師來 我們一定都知道說 到底這個殺人鄉手我們剛才看 是哪一個方向 還是哪一個政策 主要的問題可以這樣 像冬馬桶這樣 扣起來 就可以一支撥全部 沒有 還是說各部費 甚至中央銀行 都要到底想這個辦法 我覺得其實剛才大家在說的 都覺得現在的房間太高了 但是房間隨時大家都會覺得太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要討論這個政策的 不管說大家覺得他是變成說 你本來要求會 現在變成說你在跟他做工 我覺得這樣看 第一點就是說你的政策的目的 其實其實是沒什麼一樣的 一個你是想要說減輕大家這個 這個廚房的負擔 另外一個政策你是想要去說 讓這個房間可以比較合理 所以我們來說 你拿出這個政策 會去蓋住這些導賊客 你如果說讓這個政策出來 這些導賊客 就會用這個辛勤安去買這個房子 是不是辛勤安有我們這個導賊客 可以來導賊 我覺得這是沒辦法在這裡黏起來的 必須我相信你就是說 你提供給大家比較多的資金 給大家比較長的流動性 可以慢慢去買房子 慢慢去行這個錢 所以輸給就要增加房間 就要吐在那裡是不是會繼續高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譬如說我們在看一般的房間 你如果都是一般 譬如說有將近好八成的這個年輕人 去用這個辛勤安 他如果買這個比較少便室的 你要說大便室的企業 也要說對說是因為辛勤安的問題 這是有時候說不會過 那我要說就是說 當然這個政策 你說他如何好 或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不一樣的感受 但是我覺得政府在撒這個政策進行 剛才主持人也有說到 譬如說我們說到影響 番茄最直接的就是貸款 理論 的理論嘛 貸款的理論 理論就參與中銀行有關 第二點 你要說的話 我們在節目經常說的話 你村的這些房子 建築不在建築的房子 你是不是可以給他掛盪稅 你如果不給他掛盪稅 是不是說這些空的房子 你可以給他拿貸款 現在我們的貸款是貸款 貸款可以掛盪稅 中銀行的貸款 信用貸款可以掛盪稅 但是你為什麼要去掛盪稅 你為什麼不可以掛盪稅 你為什麼不可以掛盪稅 你這裡賣不出的房子 放在那裡的房子 他如果都不可以掛盪稅 他主人如果想要錢 他主金有優险 他就要多少錢 多少錢賣一塊 多少錢賣一塊 他就會對房企有影響 第二點 我們大家會覺得這個燉房子 可能要掛盪稅 但是大家都聽到燉房子 要掛盪稅 這我也完全同意 但是大家都有時候 不記得燉房子 中央在掛盪稅 好像在掛盪稅 但是地方有掛盪稅 這些掛盪稅 我相信我們理事長也很清楚 你如果一個提款起來 另外一個不需要提款 你也是 沒辦法 沒有掛盪稅 所以在這個情形 你最近當然有新的燉房子 出來了 今年七月一合已經開始了 開始了 是 我們過去也有說過 地方你大家都在愛 你財政不好 你家庭這樣 你如果不可以掛 你自己可以掛到的稅 你比較愛不好 這樣怎麼可以 所以找一個中央政府的政策之外 地方政府也必須要自我負擔 還有不一樣的政府部份 其實要對著你手頭 有辦法用的這些 煮房的工庫 要好好去利用 中央議長當然 他會常常說 他說我的理論政策 就不是要拿來打榜 我當然你的理論政策 不是要拿來打榜 但是你看到你的目標這樣蓋的時候 你如果不蓋到 這個調理論 這樣就不對了 有一個說法 他說你如果調理論 這個財政策的人的利息 就是因為你房價太高 你比較會造成他的利息 負擔越來越重 所以最基本上 你怎麼回到你的房價來看 那是在房價的問題 這說起來好像夠價賣流 所以政府要想清楚 就是不合理的事情 絕對不能讓他繼續下去 比如說我剛才說的 你怎麼能拿來財政策 你說我已經從六成變到四成 他就不會處理 想要你才能讓他有價錢 來借錢 有耶 現在中央銀行不是說 開始要來做 正準不正式 正準不正式 那就是說 你把這個準確的準比論 給我管 就是說這些銀行 本來他可以 你如果要求他百分之一百都要準比 他就一千萬 在那裡都不能去幫人 他如果要求說變八十%的時候 他就可以拿二十%到兩百萬 拿一半塊 所以中央銀行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把從八十% 以後到九十% 他存一百萬可以放而已 但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以想看看 你如果是銀行 你會去放給什麼 你會去放給利率高的人 尚在銀行在借錢 不好意思 我現在好像存一百喔 你賣的人快來喔 建商可以拿 可以讓你的價值最好 你當然也會拿給價值 所以你如果因為說 你要使用這個準確的準比率 來這個 寫法說這個 讓這個銀行可以慢慢下來 那是沒有用的 因為那是大水口嘛 水要留在哪裡 你不知道 但是水已經留在價值的地方 錢要留在哪裡 你不知道 錢一定留在他比較好賺的地方 所以你會變成說 有一些中式的企業 他真的要錢 因為你提升你的準確的準比率 所以我覺得這是 中議員在說的時候 他會說我把準確的準比率拿出來 沒錯 在市場在留的錢 錢水會變成 但是這些錢水呢 會更打手喔 對 所以我們在建商的手頭的錢水 如果都沒有變成 其實對建商來說 一點影響就沒有啦 這個人情麻煩了 但是我們一般的消費者應該來看什麼事情 如果有人說 你若是一世人 只有這個材料買一間房子的人 你根本就不要看他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也是會去的路 你就看你自己的負擔會去 你是不是每個月 差不多你薪水的四分之一 一來 你就可以入市 這個想法嗎 還是說 不然我不管日和 將分給你 再來入市 我覺得是這樣啦 因為這個我們貴地 這大的這個需求 你不買的時候 你就是租房子嘛 你租房子租那麼久 大家就發覺說 我們現在租房差不多百分之 我們如果租一萬塊 差不多三千塊是你付 這個儲租去付利息錢 百分之七十 你提議交代款的本金啦 你交久了之後 你年輕人不知道 但你老婆的老婆會知道呢 對 所以這次新親 我們不是只有年輕人說 我要去賣 因為社會經驗又沒那麼高 老婆就跟他說 你快買 我又沒有自備款 沒關係沒關係 你五十萬 你賠你賠一百萬 你就百五萬 船有一千萬的船 先賠下來 五年不用交本金 你先賠下來 我老婆 我現在在市区 在公務 譬如我們來賀附近 你看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公務 你們祖母 或是公務 還沒電腿 我告訴你 你先賠起來 我們退休 我們來賭 這裡給你賭 以前他們小孩不買家 因為我買不起 我哪有可能去買 現在老婆老婆的小孩去買 你的貸款 你們老婆我都沒有用到這種 這麼好的利率 跟這麼高的層數 你有你不緊張 所以他是不是人頭 他老婆的人頭 他老婆的人頭 但是也是對 不然他錢都開起來 夏年就有賺多少 你這個想法也沒有不對 沒有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助燃劑 大家都來嘛 都來啦 都來這個市場 所以一時一順 都集中起來的時候 你就出事了 因為太多人 要想那些酒 剛才說 你鎖了五年 鎖了五年 鎖了五年的房子 可以賣 現在人家賣 對不對 我跟你說 那就是人家賣 輸給多 輸給多 公給少 他就開始称行這個問題 現在 我跟你說 這是頭一倍 有輸給的 第二倍 就說 該拚了啦 這五年 如果蓋起來 幾倍 四十五倍 三十五倍 二十倍 好他卻了 現在再來另外一倍 現在不是去買預售 不是去買預售 有 是買中古廚 我剛才說的 那你有聽到嗎 千七變兩千七 還有更加合 去買九百萬 沒多久 千五萬 哇 我跟他說 他好像中風中風 待會兒一直買出去 因為這符合 我們剛才說的 代款一千萬的這個條件 那房子很老 要把整理好 我們拿去買 以前是說 要不然讓你靠四十五倍 三十五倍 我就沒什麼賺 現在這個新的導遊客說 我如果賺一百塊 你拿四十五塊 沒關係我賺五十五就好了 像我們這張給我看 蛤 這樣有人要賺 因為我們做太久了 你就會發覺 有的人說 有賺 懵賺 所以這張的導遊客 要進來 有 真的要買 有 他們老爸勾槌進來 有 我都常常做會 剛才說的 代款說四十八嘛 先穿我們代款有四十八 我的經驗 這個市場裡面 他一定要有一個投資的賣 我的經驗 過去 最賣最賣的時候沒有二十八 就這市場 真的要來投資自產 那低於二十八 這市場就 虛虛 虛虛虛虛 虛虛虛 那如果超過三十八的時候 我跟你說過燙 太燙 太燙 剛才已經說來到幾個 四十八呢 你看這市場的消息 所以總共你的意思是說 這個市場裡面最沒有維持二十八的導遊客 在這裡 這個房市才有 是 所以我們在考慮這個政策的時候 不可以一直只收到消費者 也要想到這個導遊客的這個地方 教堂的政策來照顧 是啊 因為我們高票市場不是這樣嗎 你看多少人是長期持有 多少人是短期進出 還要做什麼 做一些當衝的 你有沒有看到 不知道一天生高四五千億 哪有可能 這個想到就很麻煩 要一方面 一口要吃生 一口要吃生 一口要吃死 但是對我們都市專業改革組織 必須中 如果我們想這個政策的時候 就要只顧 只顧到我這個一般民眾 不要顧這個導遊客 還是說我們也要考慮導遊客 讓這個房市可以挖 可以健全 到底房市健全的定義 知道你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的想法比較簡單 我們一直注定說 好的房市就是讓老百姓 有一個多元 然後可以負擔 有保重的選擇 就是說很多種選擇 你說你比較沒錢 你拿去租 你如果你的經濟能力 你起來的時候你拿去買 你肯好拿來的時候你拿去買 豪宅頂頂嘛 那現在台灣的問題是 我剛才中間也說了 現在大家 我跟年輕人有一些恐慌感 一方便是說一直走出 走出感覺說 除了老一輩 感覺說你 鐵人在 黃黛以外 主要走出你不保重嘛 對不對 每年出頭家不去做 你要搬來搬去頂頂不保重嘛 所以大家感覺就說沒有安全感 所以感覺說他要有一個安全感 就要說我一定要有一間我自己的房子 我覺得這人性正常 可是我們現在台灣就變成說 你沒有保重選擇 就是說你除了買房子以外 你沒有其他的方式 讓你的大部份保重 所以大家都一定要買房子 所以這部份就有一個壓力就是說 就是這個房子很高 已經 其實我的薪水已經買不出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沒有應該去買的時候 我們台灣也去買 所以我們台灣的一般來說 房價所得比很高 不然房貸跟所得的比率也是很高的 四十四百六塊 對...很高的 所以本來就這樣 現在政府又說 過去大家說這樣實在沒辦法賣 不要買 現在政府又高了 又說沒關係 你沒有錢對不對 我借高那麼多錢給你 讓你頭五年不用還 不要還還本金 你還行四十年 我覺得這個公法 我覺得是大家俗課一下 你如果說全世界人討論說 因為全世界都有這種 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有解決 國民的居住買房子問題 你剛剛說 大家的國家主張就是說 我要解決就是 我想辦法就是 借過那麼多錢給老百姓 然後我的寬限期更長 然後我還款拉到四十年 這樣就讓我解決問題 有人想想這個事情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政策很粗糙 好 我在這裡公開說一下 說 去年這個政策 我覺得根本就是選舉政策 因為 因為我們當季也有跟政府 頂頂都在接觸 所以說 去年上半年 完全就沒人聽說 有這個政策的討論 俗課的評估都沒有 那就是因為要選舉 我說不太聽說 因為要選舉的時候 你處理官 年輕人跟壓力大 不滿頂頂 就要有一個政策的利多放送 我覺得 所以因為很倉促 因為去年就是因為很倉促 這個政策拿出來投入到通過 差不多一個月就通過了 所以說 有很多漏洞 我們今天看的都是 很倉促 提出政策很多漏洞 現在再來補破網 就是我剛剛說 我們也是要回國頭想這個 就是說 用這樣想解決我們的高房價問題 我問的問題是說 我們的高房價的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處境太高 我們處境太高 他的意思不是這個相對 就是說 對你現在一個月賺錢來說 你買這個房子對你來說太貴了 我們現在年輕度是這個問題 你對好的人不是問題 可是我們政府解決的問題 就剛才高雄也說 不是用房價 不就是用那個 其他的選擇 說不一定一定要買房子 我們現在的方向就說 我就是借稿多錢給你 讓你去買 因為我們說 用英文的部分 就是叫做 就是過度消費 過度消費嘛 意思就是說 因為這有個很大的衝動 就剛剛大家覺得沒有風險 但沒有風險 台北也有些投資客 有些年輕人說 就去買啊 阿伯到底能不能 還得起 這就是說 我覺得政府這個政權 非常非常的不負責任 而且我覺得它是一個短線的啦 這是我的看法 我想說 他根本上沒有很仔細的想過 這個政策的目的 而且整個政策的設計 是很粗糙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 現在財政報出來 不破亡嘛 競爭 現在這個問題 有什麼在想這個政策 沒有想到這個事情 蔡先生 剛才畢俗長說到說 現在差不多五萬多貨 有去用這個申請安 我們算 五年後 他萬不利有一半的人 因為他開始要入本金和理石 他就看說 我現在入不去 我都彈出來 我回頭 你的儀果 這個廚 到那時候 是不是另外一步 大家都來唱 而且還來把這個房屋 還差更高 還是說 沒有 那時候是很多回頭 回頭的 回頭的政府 他還要想辦法來救這些人 你自己的朋友呢 我覺得 第二 應該不會出現這種情況 第二 四十年 你說一千萬大概一個月 本金 還有三萬幾塊 還可以 如果是出現這種斷頭的狀況 大家不敢買 因為怕買之後 明天再六個 又六個 所以 這樣的假設 有點太極端 看太遠 你看五年以後 是看很遠 那 因為現在高期兩萬幾點 你也不知道買 到底是幾點 這對市場影響很大 還有利率啊 五年後的利率 如果漲的話怎麼辦 對 現在是很低啊 對不對 我們剛才說房地合一歲嘛 那15年的 大概 2025 2026 兩三年後 其實房子 放出來就變多了 所以市場上 你如果抽出的狀況就會緩解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想到五六年後 有點遠 但你還是有很多的方式去變通嘛 比如說 我如果是五年寬限期到外上轉代啊 轉代以後 說不定還要三年 又鬆一點 對 對 串一點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假設 當然很極端的狀況啦 大家都覺得 看四十年 五年 大家很緊張 五年之後 大家都站出來的 那畢竟自助課現在很多 你如果是你說 你爸爸媽媽 要幫你買一間 畢竟你也是一間自己住 所以你不一定會給他等出來 要買 但是你說 現在市場上太熱的狀況之下 一定會有一些混水摸魚啦 搭順風車上車的一些狀況 不過我覺得可能在那個之前 我們的經濟說 緊急循環都已經走過一輪 所以如果照你這樣想法 其實這個因素還很複雜的情形之下 我們現在實在是不必要 馬上把這個新清安打四行 是這樣說嗎 還是說沒有 這個現在這個政策要順時應該把它停掉 來想一個更萬全的政策 這個政策都已經上路了 車可以了 沒辦法 這有點麻煩 有點麻煩 現在政府 你鼓勵說年老闆買房子 說我幫你減壓 你如果說 又出一個 怕房價的政策 這很奇怪 說這樣變成養套沙 這樣不好 不合一啦 現在人做的就是說 讓市場冷靜一下 不要大家都覺得說 買房信仰 房價一定會去 這個念頭要先斷掉 不要讓他大家覺得說 我買 我放五年絕對去 讓他回歸理性思考 你有需要再買 這很困難 市長是理性的嗎 我就覺得先請教總體經濟學家 蔡老師 市長是理性的 要怎麼給大家理性 市長其實有很大的問題是 不是理性 還有很多的主信 大家是沒有對定的 因為沒有對定 比較會 比如說對經濟來說 我認為政府現在去打房地合一歲 你這個五年後 我會給你 我比較有辦法讓你 抗壓這個稅的位 大家都會等到五年比較棒 我如果知道 大家都會等到五年 他後比較棒 我現在先棒 因為譬如說 他如果 我現在買一年以來 我要立45%的稅 我到五年以後立20%就好了 定義我低25% 如果五年以後這個出價 會落30% 我是不是現在先賣賣更快 因為我倒壇了 所以我也覺得說 當然大家在說的 這個可能性都有存在 但不要忘記 你說他會去插房 你說他會去這個 有人頭的問題 其實每一個政策 都有可能的三性安的問題 在新情安進政 就有情安的政策 譬如說政府 對一千萬 對本來八百萬 可以讓大家到一千萬 本來說三年的寬限期 讓你到五年的寬限期 其實大家如果說 是因為新情安 差起來 你就要去比較說 在清安的時候 感到沒有這些問題 對 大家就不會想說 你先去借一個錢 你先我幫你出一個寬限期 現在你慢慢要落 他說五年以後反省 房價到去 其實我覺得剛才總經 你有說有一個觀點 就是大家感覺說 這個房價會去賣 我相信 想要在這個時候去買房的人 其實都是因為房價 可能賣了會繼續去 在過去我們的思考 這個房價問題的時候 過去我相信理事長應該非常瞭解 那個時候沒有說賣賣一萬 對幾萬起到幾萬 但是在執法這個疫情以後 整個這個建局成本 這個蓋得很嚴重 甚至你要找到 可以幫你蓋的這些工人 其實你是找不到人的 所以在這個情形 才是蓋一萬的這個介紹 過去是炒到這個 所以說我壞掉 我現在蓋一盆要二十萬 我在五年前 我如果在我們淡水新市場 那買一盆十二萬 我怎麼買都溫潭 因為現在的建局 是我們就是二十萬了 我當初是買十二萬 這個禮酒的房子怎麼買 我都秤菜 我都賣到二十萬 所以在這件這個 可以說房企要蓋的原因 其實影響的因素很多 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說房企不合理是不對的政策 要讓人民有一個好大的環境 但是政府對政府的角度來說 政府可以說房企蓋的原因很多 但是我覺得對政府來說 你要看你手頭上面有的工庫 可以讓房企不要這樣蓋的工庫 可以盡量去使用 老師 如果說到工庫 你認為央行的利率是一種工庫 是啊 內政部是一種工庫 那麼財政部也有一個工庫 還有其他嗎 目前大概這三大部會最多 但是內政部其實是優寒 整體來說 這要是看部會做回來思考 其實我們有說過很多件 如果現在很多人要衰用房企 我們房企也要衰用的成本 你衰用這些房企 建商蓋了這麼多的房子 你的自來自有需要扭嗎 你現在的變電站不必須上蓋嗎 大家都看房企蓋 建商這樣攤 結果中期末了 跳電的問題都變政府 你自己不做好 對 很多人在說頭昏的 跳電最近就是因為這個房企蓋 速度太快 其實你整個變電所的設備 整個都不精神 你整個房子一直蓋 用的人那麼多 當然你的電力負擔 當然增加很多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修科這個政策 當然這個政策好不容易 我們可以討論 比如說你如果覺得說五檔太棒了 不然你改回來三檔這樣好 那就可以改變這個問題 我相信政體來說 應該影響非常悠寒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二廚大前 大家在說的說這個嬰兒草 開始退休 嬰兒草生的孩子 大家也慢慢在大 還有我們國民黨政府 前來我們台灣也有一倍新的出生禮 慢慢大家都在大 那廚房的這個需求 其實是在政家的 過去我們一直在說 未來這個房子蓋那麼多 都沒有那麼多人 這樣是要給什麼大 但是這些生兩個 生三個生一個 小孩慢慢地大 他住人就有這個廚房的需求 這個需求 這是你沒辦法用任何的政策 把它打下來 所以我經常說 你可以對持有的身份 蓋到區塊 你如果到二十年後 你說房子蓋不下 我覺得一定會熱 因為我們現在的出生率 已經降到多了 在這個出生率降到多了 可以增加新的需求 其實是非常悠閒 所以你說要讓這個房子 繼續衝起 這是非常不可能的 大家都在檢討這個政策 整個都在檢討政府 但是過去我都常常在賠政府 我來政府說幾個月 需要的人自己要想清楚 你去... 你不能把政府變成說 我會幫你保持 對不對 我給你一個政策 給你可以說 買房子降給你房子的負擔 你現在房子蓋起來 整個在改變 我覺得這是不太對的 為什麼要這樣說 例如說大家剛才說到的 理論真的一樣 怎麼可以降到過去 反省不可能啊 如果理論不一樣 理論的方向就是你買家的方向嗎 你市場的大房間 你今天... 你買在... 大家現在看三夾 看淡水 看南口蓋子有夠恐怖 這在過去都是... 很多人住的地方 現在蓋子變成了 在這個時候 你覺得市場會不會 如果市場會不會 市場會不會 市場會不會 你有科目的情測嗎 你有... 你如果自己都自己住 不是要拿著 你投資的當然你就指定的方向對你來說 比較沒有影響那麼大 政府如果有辦法繼續跟這些交通結構 就沒有什麼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 大家吃頭路有方向耶 頭路不是一旁風順的 你的頭路如果一旁風順的時候 有時候你在買這間房子 你就會出問題耶 這都不是政府在第一時間 我們要把房子帶給你 他有辦法去講 但是你自己信用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要去買這間房子 這間房子的時候 你自己要想好 事大人要鼓勵孩子去買 沒關係 你要想好 就是說你兒子如果真的未來 信用出問題 你有辦法把他生效 如果沒辦法 我覺得這你就要散散了 這剛才卓老師說 這個房子的政策 有一個民動就是政府要來負擔 這個政策的失踪 但是一般人的這個房子裡面 應該要移合來政策 剛才我問過 到底我們一般人 除了你這四人 有時候買第二警署 不然你如果要主擁、主大 你應該要移合來政策 來收購你自己買房 還是睡房的這個收購呢 這如果主大 我認為目前的這個市場 他雖然很多便 但是有一種收購 他是需要強頒賺 就是自主的 自主的事情 因為我不知道 當時比較高 當時比較少 對自主的來說 現在對他來條件是最好 低自備、低首付、低利息等等 這樣子 我認為我做三十二年 我沒有比任何時 現在比較恐慌 沒有 我沒有任何時 比現在對房地震 比較恐慌 我會比較恐慌 恐慌的原因就是說 現在二十五歲、三十五歲 是這坡 入來買房子 才不會五十八 這是過去都沒有看到 會買房的背景 你現在年輕人轉轉總立 我就不相信 全是年輕人總立 絕對是有家長的支持 你說他們都投資 我沒理會 是這樣啦 但是這個全民運動 當中開始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飛機的開始 因為這坡人進來後面是什麼 我這樣比例 剛才九十五說 林彈三星 我說一個一百空二年 我在演講的時候 台下一千人 那老師請問一下 我添水 二十五萬可以買 二十五萬喔 那土地一邊多少 蓋一邊最少要十五萬 二十五萬 你自己要騎 你就去買 那老師我也是沒辦法 我知道了 你住在市區對不對 你有五百萬現金對不對 你在屋子公 我五百萬市區 台北市我買不去房子對不對 店鎖就買不去 你一間公務三千萬 你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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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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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倍賣35萬 那時候可以買賣 我說你稍微注意一下 各位你看 他最多賣到要40萬 但是平均都升高在那32萬 不好意思 這些房子在100005年後開始搞出 我現在就說 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剛才說10000年 你幫我買 有人在幫我問 說可以買賣 25萬怎麼可能不可以買 問題是他蓋蓋蓋 蓋到40萬 我說柯林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好意思 這些房子一直到100005年開始搞出 有人32萬買到 不好意思 搞出之後就剛才告訴我 14萬沒那麼多啦 差不多17萬 一貨現現就半15萬 15萬是他幾年才要四年 他要結條法派為什麼 有什麼都沒有法派 利率低嘛 利率低啦 大家可以動嘛 就要動動動 動作 我跟你說 這坡 我剛才說的林彈三星 整個早了 我就18萬 我就不敢買 我了解 我怎麼要買 我就找到了 不好意思 現在你去淡水看 如果沒有30萬 你買得到 我說新彈 淡海新市政 你如果沒有30萬 你看你買得到 我都要30萬用青尾 穿我換去 所以他們這些是不是 他們不是每個都買32萬 有的是25萬買 我30幾萬買去 我就跑掉了 現在看說現在是遍地開發 四季都這樣都漏了 我現在出來之後 我不知道 不然我們竟然怎麼買 就開始再買嘛 所以但是這坡之後 我是很煩惱的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這我意思是說 你如果要自住就買沒關係 不用煩惱 不然你租房子是那麼高 你都要貸人入貸款嘛 你如果是要來投資 我就跟你要刪除 你真的要刪除 我跟你說會刪下來 有人不敢看 還會刪下來 我在買房子的時候 葉先生拜託一下 我就很加錢 你把我買得到好不好 我說你買得到 你現在這個介紹買得到 你拿不到錢 你拿錢出來 拿錢去賣人 你家賣掉 你不是拿錢 你再拿一百人去賣人 沒關係啦 沒辦法沒辦法再賣了 那時候他禮孫 就差不多到六 七% 真的很重 所以你剛才說 你真的要打房子很簡單 你的禮孫都升到三到四% 我就不相信賣掉 你的貸款的性數 你現在賣到他八成嘛 你知道台灣市場 最賣的時候 會貸到幾成你知道嗎 九成 現在怎麼有九成 你現在還給他八成 你把下到七成 下到六成可以嗎 七成六成是誰做過程的 財政部 這是中央銀行 利率是中央銀行 這選擇性的信用關節 我們是中央銀行 所以你要搭配啊 你如果搭配 你把三所降低 你的租金要增加 怎麼那麼多人有那些債刀 我相信人家的 這政黨都沒有這個債刀 加案的作法 秘書長 我相信我應該怎麼回應這個事情 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回到這個 我說那麼多 我不是說 反對大家買房子 我是說政府政府不應該做這個政策 讓大家已經欺負你自己的負擔能力 做過度 就是說你一個月就賺這個錢而已 你為什麼要去借一千萬來買一千五百萬的房子 我覺得這個政策最大的 第一點的問題是在這裡 所以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貸款 我們台灣這個貸款的政策 大概從一九九零年就開始了 那每一任的行政院長都有貸款 我們看到的方式就一直加碼 就是說要越用 路由越夾越長 對 錢越舊越借越多 然後寬限期越長 還得育越長 說我不要聽 我剛才說我不要聽 大家知道 我特別想講的是 現在民進黨這個政策 是進行韓國瑜選舉的事實 他有夠 他當時的政策就是 要給大家黃貸四十年 延長換款期 然後借更多錢 當時民進黨蔡英文政府 跟他們一樣不一樣 結果為什麼你們去年選舉的時候 你就要來用 所以說到底這是一個 深思熟慮的政策 還是說真的是 就是我一直講說 那個住宅政策很複雜 剛剛教授講 利率什麼都講 就是說 他就是說沒有深思熟慮說 你可能是覺得 因為這樣的年輕人 討好 可是因為他有很多年代的 互作用出現 這是我一直對這個政策 最大的批評看 就是說 他不是一個配套的完整的想法 是一個 我認為他真的是一個 因為選舉短線出來的政策 只是現在不能收 因為剛剛講了 大家都上車了 你怎麼收 證明你說不可以收 那麼還有其他的藥貼 幫我來多少加一下 多少吃一下 讓他這樣稍微降溫一下 譬如說這個康屋 康廚 要讓他快放出來 或是像剛才蔡老師說的 就是說我這個 讓你康廚 逼你放出來市場 讓你經過這個房市 可以再加一點 現在問題就是 康廚都沒了 因為建築你現在房子 又沒了出去 通常你做太大廳了 這種行情 現在建商手上 沒什麼餘屋 沒多少 對啊 現在的行情 真的好 房子不夠 基本上這個賣不完 當然這個政策 我覺得剛剛老師有講 前輩有講 就是大家真的要理性思考 因為房價有跌過兩次 我們經驗這二十年 這二十年 看兩次 第一次金融海嘯 第二次呢 二零一四 那處給台北市二十... 二零一四 那時候房地合一歲 對 二零一六上路 那房價從台北市 SARS那時候二十幾萬 漲到六十萬 起不起立了 立結了 緊急循環 所以真的是現在 就是一個歷史的高檔 但是有可能下一季又更高 下一季又可能再更高 但是這個畢竟這個房價也不是永遠只會漲不會跌 所以就是消費者要想清楚 那自助你一貨 那自助你一貨 你就是說這房價你會賣掉 你負擔掉 你負擔掉 你還可以每年出國 晚上睡得掉 我覺得就可以買了 這條件要滿足就很麻煩 你只想說我每天睡不著 那是蔡老師 今天大家想法其實都很一致 就是說現在房價已經很高 其實政府如果在這個部分 可能房價太高的部分 可以熟的 我們要盡量熟 因為一個是主要的問題 一個是擦榜的問題 這一定要做好 還有另外一個我想要順便說的 剛才總經理會說到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就是擦架 其實我們現在有一種 你當你進出你的股票 你也可以靠水 你也可以滴水 你也可以不用客水 你如果覺得這樣擦榜是不對的 你為什麼要讓大家這樣擦股票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這個部分 我們也要很多 是 我們政府也是要這會來導致